第一,你觉得你的女朋友和她的上司到哪一步 有可能会到你女朋友跟你的这一步吗 不会的,我相信陆雪是爱我的 你认为你的女友喜欢她上司吗 她如果不喜欢她的话,天天跟她在一起有说有笑的 还坐她车,我今天还给她发了短信 我说如果她是男人的话,今天就给我出来 李楠和女友陆雪恋爱的三年中 感情一向很好 可自从女友陆雪升职加薪 并在工作中与条件优越的上司任博文走进之后 李楠和陆雪的感情开始产生的一风 不久前了一个雨天 李楠提出去接陆雪下班,却被拒绝 大雨之中前往陆雪公司的李楠 却看到女友与上司在雨中亲密而又难以言说的一幕 事后,李楠查阅陆雪电话,并与陆雪上司任博文通话 在电话中,任博文毫无避讳 坦诚对李楠女友陆雪的好感 而事业停步不前的李楠 始终究竟于雨中一幕真相 而无法自拔 那么,事实到底是工作不如意的李楠 自卑内心在作祟 还是正如他所猜测的,女友陆雪的上司 正利用自己优越的条件 侵蚀着李楠与陆雪的感情 今天,陆雪和上司任博文会来到现场 接受李楠的告白马 对于自己所爱的人 要以信任为基础 不要过度地去揣测 要学会控制住自己的情绪 就像接下来,你要按键了 待会儿出来了人 我不管出来谁啊 我都希望你能够 在刚才跟所有的嘉宾交流的过程当中 学到一种交流的方式 别长了他人志气 灭了自己威风 行不行 来,站到开启告白之门的按键旁边 问几个问题 你希望他们都来 还是谁来 我更多的希望是我的女朋友来 如果他们俩手牵手出来怎么办 如果陆雪说他真的不爱我了 那我也没什么可说的 如果你的女朋友来了 他上司没有来 你女朋友来跟你说 我根本不爱我的上司 但是我也不想跟你在一起 你会怎么做 我会尊重他的选择 那如果你女朋友没来 只有他上司一个人来了 你准备决斗吗 那可能就很明显了 什么意思 什么叫很明显 我女朋友不爱我了 你女朋友不爱你了 你看你的傻小 你女朋友不来 上司来了 就说明你女朋友真爱你 她上司了 就很明显了 她的上司不是代表她来的吗 她的上司有可能是代表她来的 我劝你真的别这样想 任何情况过过脑子 再去做判断 好吗 像你刚才这样的回答 就明显有可能诬陷你女朋友 你女朋友完全可以选择不来 她上司来不来是她的事 想好了啊 让我们一起倒数 五 四 三 二 一 星安见 四 下定的出 Mat 我自己想要 在我自己的 我是陆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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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是李男的女朋友 我今天来 就是想给他最后一次机会 此话怎么讲 什么叫给他最后一次机会 以前还给过他很多机会是吗 我们俩在一起三年多了 他对我的好我都记得 我现在只是简单地想希望 他能够信任我 他能够尊重我们俩之间的感情 一个喜欢你的人 天天跟你在一起 有说有笑的我怎么办 你考虑过我的感受没有 我们怎么有说有笑了 你们在三体上那几十秒 你们到底干什么了